你们九州七数一尽 投降吧 我们九州战士誓死不详 那这些忌孤狼 做梦 你是火腿 快撤 老风 老风 军上 把少主交召了 老风 我带你回家 能和军上一起报家为国 是我的书 老风 君上 君上 你真的要走吗 你刚刚坐上神域之主的位置 九州之内无人能敌 这些都是跟我出生入死的兄弟 他们生是九州的英雄 死 是九州的英魂 我不能看着这些亡魂无家可归 我要带着他们 落叶鬼根 你 我妈看什么 我滚 滚 我不是说让你滚吗 你怎么又来了 我弟弟不明不白死了 你们必须带给我个说法 我说了多少遍了 是你弟弟他自己倒霉 他自己从上面摔下来的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你要是再不滚 收拾死 军长 慰问烈士家属 让属下去就可以 花嫂不一样 他是老方的遗孀 而老方是我最好的兄弟 我发过誓 要帮他照顾好花嫂 其他人不必跟来 是 我弟弟好好一个大活人 说没就没了 你们不仅隐瞒他的死因 还吞了他的抚恤金 安葬费 你们还有良心吗 良心 我怎么要良心有必用 良心能帮我赚钱吗 把这关在关砸了 打 卧槽 找死 打 你自己的良心吗 这人谁啊 竟然能追逐老大的刀 对不起 花嫂 我来罚了 这怎么可能 我们干什么去的 花嫂 这个是我整理的老方的遗物 一直没来得及交给你 既然也顺便 但是你放心 我答应过老方一定会好好照顾你个孩子 我绝不实验 门哪儿冒出来的 找死你 你知不知道 花嫂是烈士家属 你敢动烈士家属 这就是金海的规矩吗 规矩 在金海 我就是规矩 你想光着称呼他们说 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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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我可是金海 金面虎龙爷的人 不看金海 一是蚂蚁都要听龙爷的拆遣 他让你网通 你网上金河就没命了 身后你要是夺在了他 你就死我找人家属地了 我找死你 莫川 龙爷在金海势力很大 我们惹不起他 你还是快走吧 龙爷 现在知道怕了吧 我告诉你 龙爷想办的人 就算你们绝地三尺 我逃不出他的手上心 我就把你们龙女俩 你把我放开 谁不信我叫人弄死你 我现在在这儿等着 你死定了 龙冲 这下怎么办 龙爷 我在这儿被人打了 而且他还冒犯您 你过来过来 好 我在这儿等您 我在这儿等您 小便三 龙爷来了 你就死定了 莫川 这下怎么办 放心吧 花嫂 我说过 我一定会保护好你们的 是谁这么大的狗胆 敢在我的地盘倒是 龙爷 小便三 你死定了 龙爷 就是他 他不仅打了我 而且还冒犯您 你快收拾他 龙爷 我这个小兄弟 他不是故意冒犯您的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周龙 你真是越来越出现 小月三 你竟然敢知乎龙爷大名 龙爷 周龙参见君上 不知君上驾到 还请君上策罚 资上 周龙 我念在你跟过我姐 给了你一点权势 但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照顾好烈士家属 而你呢 手底下这帮兄弟 肆无忌惮地击辱他 君上 君上 请君上恕罪 手下不知情啊 我一定好好改过 请君上 扫我一命 上梁不正下梁歪 若再让我听说这种事情 你和你的手下 都没有存在的必要 是 霍川 不 我应该叫你什么 你到底是谁 花嫂 你就叫我霍川 我是老方的战友 弟弟我会帮你安葬 先回去休息吧 周龙 立刻给我安排 整个京海最好的酒店 是 谢君上不杀战 老爷 来人 把他 给我拉入水牢 开虎杂 老爷 老爷不要啊 老爷 老爷 老话桃仙没了 今天慕容家老爷子 举办生日宴 把这里的房间都包了 不能再协调一下 没关系 我们住差一点也没关系 那怎么行的 我答应过老方 要好好照顾一位小小的 那个 我这里有一间豪华套间 给你们 您是 慕容月 慕容小姐 我们还是不打扰 没关系 反正控制也是浪费 我看您这脸色也不太好 还带着小朋友的 还是赶快进去休息吧 我先谢过 走吧 慕容小姐 见你一面 可真不容易啊 怎么疑惑 张大少 怎么哪都有你 今天是慕容老爷子的生日 我这个当晚辈的 当然要来送个贺礼 不过呢 我来这里 主要是为了见你 我之前好几次拜访慕容家 都被你给拒绝了 你不知道 我可想死你了 肖大少 还请你自重 自重 慕容月 在我面前 你就别装了 我张家 好歹也是名门落 跟你慕容家 也算是门当户对 只要咱们两家结亲 整个荆海的伤害 那可都是我们的 我很早之前 都跟你说清楚了 我慕容月不喜欢你 也绝对不会跟你在一起 你就死了这条心 慕容月 你说不要就不要 那我张子的眼面 往哪儿放 你的脸面挨我 往哪儿放 往哪儿放 放 你放手 放开 光天化日之下 欺负一个小姑娘 你爸妈没教你怎么做人吗 臭小子 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你张死吗你 给慕容小姐道歉 好好好 我我道歉我道歉 对不起啊 行 你们两个给我等着 没事吧 那个 谢谢你 以后出门啊 还是带一个保镖吧 你免被这种家伙撒了 军上 花嫂已经安排入住了 并且安排了 实名暗卫 二十四小时保护 那就好 总算是没有辜负 老方对我的嘱托呀 对了 给露露的订单都送到了吗 魏军少 按照您的吩咐 这些年没少给裴家送去订单 裴家也从濒临破产 寄生金海的上市企业 恭喜军上 终于能和裴小姐团聚了 您当初隐瞒身份 比裴小姐分离 现在裴小姐身份升高 哪怕知道您的身份 也不用担心了 这件事啊 你们看着安排 这一次 总算可以 明正眼顺便 已经去路了了 你军上在金海的身份 能配得上您的 那也只有腾龙金殿 腾龙金殿 那里是金海最珍贵的地方 也只有九州的四大家族 才能踏入 我邀请了四大家族的人 前来拜见 明天在腾龙金殿 为您洗尘接风 好 明天就是我迎娶陆露之时 你们啊 好生准备 我要给他最好的 遵命 小伯烈 刚刚怎么叫的那么起劲 好样 那是 裴露露 霍川 你怎么在这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 他是谁 你谁啊 别这么挡道 我是他男朋友 男朋友 你就是那个没种的废物霍川呀 那既然都被你看见 那我俩就不瞒着你 露露现在是我的女人 识相的话 就给我滚远点 霍川我告诉你 我们裴家如今已经是金海旺族 像你这种没钱没车的穷光蛋 我多看一眼都嫌恶心 裴露露 你知不知道 你们裴家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给的 这种爱因身份没有说出来 你说什么 你说现在裴家的一切都是你给的 露露 你听到他说什么了吗 他说你现在的一切是他给的 霍川我警告你 就算我一前眼下看上你 但现在你和我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如今我裴家真正日上 全是依靠陈少帮助 陈少是金海四大家族之首身份尊贵 我跟那陈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你就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穷光蛋 你拿什么跟陈少 小子 真是本少看你太可怜 赏给你回家的路费 以后别再来纠缠我的女人 从今天起 我们一刀两断 一刀两断 好 那你现在把我给裴家的一切都给我吐出来 那他靠近 露露 我说你这前男友 这脑子是不是坏掉了 别理的 陈少 咱们赶紧回去准备明天腾龙金殿的贺礼 这才是大事 也是 毕竟呀 咱们是能进入腾龙金殿的上等 何必跟他这种下等人 那非可说 走 吐龙金殿 那你就真答应去看看 等等 怎么了 那个 你可以娶我吗 什么 我知道我这样说很唐突 但是我真的走投无路了 只有结婚才能摆脱那些人 给慕容家一个交代 所以我想请你帮忙 慕容小姐 可能有很多的权贵都在追求你吧 你怎么不在里面选开 你也看到了 这些附加子弟 不是顽固就是无奈 我看不上 那你为什么选我 你是好人 我相信你 谁又能想到呢 你要是在十分钟之前问我 我肯定不会答应的 那 我答应你 那咱们今天就去临州吧 走 喂 没想到刚刚遭人背叛 赵燕又结婚了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孟若月的男人了 放心吧 我一定会当好你的挡箭牌的 对了 今天晚上有个酒会 到时候 金海四大家族都会历练 你作为我的丈夫 会出席吧 嗯 真的 酒会 四大家族了 你说的 该不是腾龙金殿吧 你怎么知道 这个酒会 可是金海青面虎龙也举办的 嗯 一般人可进不去 据说是欢迎一个大人 怎么样 带你去见见世面 既然如此 那这场酒会 就变得有趣了 走 今晚这个酒会 是龙爷举办的 你少说话 别惹事 我去那边应酬一下 你有事找我 少多点 表来这就是腾龙金殿 果然够气派 也只有龙爷才有实力 租下这里的别院 据说 这里的一砖一碗 都是用纯金打造的 就连那椅子上的扶手 用的都是蓝宝石啊 哎哎 这 这儿值多少钱呢 这个宴会厅 也就价值 八十亿 八 八十 霍川 他怎么在这 这小子怎么在这 我说鹿鹿呀 你这前男友 怎么跟个狗皮高药似的 走到哪跟到你 霍川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你怎么死产来 哪到这了 我跟着你 闻 你们未免也太看不起自己了 臭小子 是我昨天的话 说的不够清楚吗 露露 她现在是我的女 你一直跟着 是嫌我昨天给你的钱 不够多吗 我是受到邀请来的宴会 你收到了邀请 你算个什么东西 来 大家都来看啊 就是这个男的 他想攀高枝 对我们家露露是死缠烂打 我们家露露可怜他 给了他点钱 他还跟踪到这儿来了 这男人真无能 要钱都要到这里来了 哎呻 这个人花钱多了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 臭废 敢情捆 你根本就不配站在这个地 霍川 我们家露露跟陈少已经订婚了 你不要脸 我们还要呢 你以为给了你一次钱 你就能赖上我们 你冲锋了吧你 这种吓得就是贱 八成啊 是想额钱 吓钱 你女儿劈腿在先 现在还挺理直气壮 那怎么了 我女儿的未婚夫可是陈少 金海四大家族之首 想你这种穷鬼 就是把身卖了 也买不起陈家的一扇门 霍川 我已经给过你脸了 没想到你居然无耻到这种屁股 想要钱是吧 好 我给你 夫人 霍川 快捡啊 这是陈少给你的恩赐 快捡啊 给你 快捡啊 这种钱 还是留着你们自己花吧 这些钱 你们还是留着自己花吧 这不是慕容大小姐吗 怎么 你要替这个废物出头 慕容大小姐 虽然你也是金海四大家族之一 但是这是我们陪家的事 也不劳您费心了 你们陪家的事 与我无关 但是我老公的事 就是我慕容岳的事 你们谁跟霍川作断 就是跟我作对 与整个慕容家作对 啊 霍川她是你老公 你开什么玩笑 我女儿昨天刚把她给踹了 这怎么可能啊 这 那是你女儿 有眼不识泰山 今天 我在这里宣布 我跟霍川已经领证了 是合法夫妻 霍川 我原本还以为你是个老实人 没想到你才刚跟我分手 就跟别人好上了 你还有脸在这指责我 笑脸 这里最没资格说这句话的人 就是你吧 五年前 陪家破产被催占 是霍川亲囊相助 你答应叫余生都报答他 他从军后 你就出轨给他戴绿帽子 这就是你的报答方式 你 那样 怪他无能 他要是有本事 也不至于 现在还让女人养着吧 说霍川没本事 那当然 比不上陪大小姐有本事 为了一点利益 谁的床都能爬上去 我 原来是这陪小姐先出了鬼了 听说啊 他跟陈家夫妻 说不清楚 慕容月 别以为你姓慕容 就可以到处咬人 你可别忘 我陈氏才是金海第一大家族 陈氏 那应如何 好大的口气 好大的口气 爸 你可算来了 秦家 就是这个小子 缠着陆路 完全不把陈家放在眼里头 他太娇张了 你 这火船 是我 堂堂金海 第一千计 慕容大小姐居然嫁给了一个一无所有的废 慕容家 什么时候打死这么多 啊 陈老 我嫁给谁 那是我的事 还闻不到别人指手画脚 这里是金海 还没人敢在我陈家的地盘上欺负我儿子 儿媳妇 你的地盘 你们这种仗势欺人的人 我看还不配吧 这是我的宫殿 不欢迎你们 送客 你的宫殿 霍船 你疯了吧 你连腾龙金殿的一条狗都不如 还敢说这个宫殿是你的 这腾龙金殿可是尊贵无比 那可是龙爷招待上面的大人物 专门买下的这座店 你才不会说 你就是那个大人物吧 你说对了 这个地方就是周龙为我买下 破川 这几日没见 你这吹牛皮的功夫 倒是渐掌呀 你要是那个大人物 那我就是天王老子 哎呀 我好怕呀 连龙爷都要听你拆遣 那我们在场的各位 岂不是都要死定了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一位呀 那可是大人物 咱们呀 还不赶紧给人跪下磕头道歉 就是呀 一会霍大人生气了 把龙爷叫过来 咱们一个都跑不掉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居然敢说 腾龙金殿是他的 没有人有资格说 他是腾龙金殿的主人 你小子的脑子 八成是坏了 一会儿龙爷来了 他就大难临头了 霍川 我让你反击 没让你吹牛 一会儿龙爷真来了 这怎么办 放心吧 就算周龙站在我面前 他也不敢说一个词 大胆 你敢知乎龙爷的名字 连我们四大家族 现在龙爷也要毕恭毕敬 你小子是吃了雄心豹子的 敢挑战龙爷的权威 龙爷发怒 别说是你这小子 就连慕容家 也一并不复存在 这下玩大了 剩下那龙爷还没来 我赶紧走 这是我们的家 我们为什么要走 你们要是不信的话 大可以心自去吩咐周龙 你怎么还演戏演戏性 我可救不了你 别担心 这是我们的地方 根本就不需要担心 等周龙过来 一切就明白了 周龙 我现你三分钟之内 站到我的面前 否则 在京海里就别呆了 爸 你听见了吗 在京海呀 第一次有人敢这么命令龙爷 我这活了二十多年了 还是头一次见 哎哟 霍川 你可真能装呀你 楼川 你以为这里是你家村头吗 想叫谁来 就叫谁来 在京海 龙爷 他黑白两道通吃 只手遮天 在京海 龙爷就是规矩 凭你这个闹丑 还想命令龙爷 能听我的命令 那可是他的福气 霍川 你以为你混进了腾龙金殿 又攀上了慕容家 就是个人物了 我呸 在龙爷面前 你狗猎都不是 等会儿龙爷来了 一定给你八皮抽筋 他不是喜欢演吗 我们就陪他演 看看龙爷到底会不会来 反正龙爷来不来 他都死定了 霍川 你刚来京海 不知道龙爷的食欲 我们现在就还来得及 否则我们整个慕容家 都要跟着走 这好戏还没开始呢 我们也不差这两分钟 我们就等着龙爷驾到 好了 你什么都不需要担心 你只需要等着 周龙爷一定会来的 他来了麻烦就大了 你就听我的 龙爷驾到 小子 龙爷来了 现在想走也走不了了 霍川 你最好把你刚刚说的话 一会儿当着龙爷的面 再说一遍 我就敬你是条汉子 等会儿龙爷来了 你就这么深 凭我说 等着看好戏吧 拜见龙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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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川 你快行礼 无必给他行礼 别这样的行不行 霍川 现在龙爷来了 你感觉怎么样 你可千万别被吓尿个子 我要是你 就赶紧跪在龙爷面前 磕十个响痛 这样或许还能留个全身 霍川 你先走 我去救龙爷 人 人我都已经叫过来 你们到现在还反应不过来吗 难道他真是龙爷 不可能 龙爷是什么人 其实这个穷酸小子 能勾弹得起的吗 龙爷 您可算是来了 刚才就是这小子 他打着您的旗号 在这大放厥词 完全不把龙爷您放在眼里 他还说什么 他是您的主人 您是他的奴才 救他 龙爷 您是何等高贵的人物 岂能被这个一无是处的臭小子 骑在槽上 不是这样的龙爷 他们 周龙 参见君上 什么 龙爷竟然给祸上这小子 跪下了 这 这怎么可能 这可是龙爷 堂堂的清明虎龙爷 居然 给个穷小子 下跪行大便 周龙 起来吧 是 看来 你跟这陈家人 关系不错 回君上 他们是应邀 来给您接风的 既然是为我接风 我不喜欢 让他们消失 是 君上有令 你们 立刻滚出 昂龙金殿 龙爷 我们陈家 那可是 京海 四大家族之首 现在你却因为 这小子一句话 就要砍我们 走 我们陈家的脸面 往哪 放 你们的面子 爱放哪 放哪 但这个地方 容不下 你 你给我闭嘴 从即刻起 这 藤龙金殿 就是君上的 他让谁滚 我看 你们谁敢溜 陈少 你快想想办法 龙爷 我知道 你是 京海 清面 谁欠了 你都要 礼让 三次 可是我陈家 也是京海 四大家族之首 在京海 也是呼风唤雨 我可不怕 这么说 你是要 称霸 京海 不错 你们陈家 的确是 四大家族 可在我的眼中 却一文不值 我给你们 三秒钟的时间 即刻 从这里滚出去 否则 我让整个 陈家消失 陈少 要不我们 还是走吧 是啊 秦家 咱赶紧走吧 走 在清海 还没有我 陈旭东 去不了的地方 周龙 往日 我给你 三分博面 可是今天 是你 鬼脸 不要 陈旭东 你的口气 可真不小啊 你给我闭嘴 我爸说话 哪有你插嘴的份 郡上 您要怎么处置他们 请您发话 他们不是 京海第一氏族吗 那从今天开始 就将他们 从京海氏族除名 整个陈氏家族 沦为下等人 笑话 我陈氏 是百年氏族 岂是你这小子 一句话 就能除名得了吗 你真以为 周龙 就是京海的天 吧 然后要除名 我陈氏 别再问问 这些人 想除名陈家 我李氏 第一个不同意 还有我许氏 我反对 周龙 我不知道你 被这小子 灌了什么迷回号 当我李徐 你两个家族 战卫陈家 听到了吗 看来你们这些家族 是要跟陈家一起倒霉 霍珊 别以为你八戒上了龙爷 你就可以在京海横着走 得罪了这三大家族 你会死无全失的 慕容小姐 虽然你也是四大家族之一 但现在看来 你慕容家族 已经被其他三大家族孤立了 看来今天要被出名的 是你们慕容家族呀 霍珊 你刚刚不是挺能装的 今天 我秀院让你知道 是你的嘴硬 还是我陈家的事 乱硬 霍珊 这下你真的抽获了 好了 天堂下来我顶着 这些人 不过楼一半的 不足为惧 陈家 雪家 李家 势力 遍布整个京海 咱们是斗不过的 就算是龙业贼 也是棘手 放心吧 白糖 属下降 陈家 雪家 李家 立克 从京海士族除名 这些家族的子孙万世 不得踏入神域半步 白有裴家破产 驱逐京海 是 我没听错吧 你是要让我们三大士族 从士族里除名 还永生不能踏入神域啊 霍珊 你真把自己当运皇大帝了 这三大士族 在京海的势力 少说也有上百年 你说除名就除名 哪怕是十个龙爷 他也做不到 陈露露 你这种狗仰看人低的东西 军上的实力 是你永远无法想象的 别说是在京海 就是在整个九州 军上一句话 没有办不到的事情 龙爷 我一直以为 在京海 你也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 没想到 你让一个穷小子 牵着你鼻子走 你不成他走走了吗 军上有令 陈家 李家 雪家 即刻除名 子孙万代 不得进入神域 人家破产 你说你拿这个破令牌 还真当自己拿的是诸神令 今天这出戏还没完没了了是吧 我们这些名流贵族 居然要在这儿陪你这个废物演戏 一个被我女儿踹了得清官闹肿 居然还扬言说要除了陈徐李三家 你要是能把他们三家除了 老子给你当狗了 像你这种咬人的狗 我可不稀罕 想让我李氏除名 除非天王老在 什么 李氏没有了 什么 李氏没有了 利用卖神殿也被收回了 徐氏被除名了 所有财产都被收回了 什么 不可能 陈上他该不会真的是 完了 百年师祖毁在我手上了 我是罪人 莫非这小子真是什么大仇 怎么办呢 爸 快说句话 我们陈家则是第一大师祖 只要有我陈徐东在这一间 就没人敢动得了我 就算你和周龙在一起 也动不了我陈家 一分一毫 陈徐东啊 陈徐东 看来你真是不见棺材 不落泪了 别罢 看来还需要再给你们一点代价 海棠 君上有令 陈家 陪家 收回所有资产 武功 贬为畜生道子 这可怎么办啊 陈上 你在这吓唬谁呢 在京海 没人敢动得了我们陈家 我说的 我现在可以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现在跪下 向武和我的夫人赔罪 我可以涉连你 我呸 想让我道歉 下辈子吧 别以为你在这装身弄鬼就能糊弄得了我 我爸是陈徐东 你们 咱不配 怎么了 你说了吧 什么 怎么了 陈家完了 你们陈家全部二十八口 投轮为最低价的孤上道 你说 你说什么 还是碰产了 二十一的地方全部被撤回 还前前二十一局战 陈徐东 完了 爸 爸 霍川 不 霍大人 是我们不懂事 求你高抬鬼手啊 就瞧他 该不瞎鬼 霍大人 您大人有大量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您要是生气 您打我骂我都行 千万别让我们轮人出生道啊 霍大人 霍川 看在你跟陈徐好过的份上 收回你的命令吧 霍川 你以前说我不对 你高抬鬼手放过我们吧 我们陈家走到今天也不容易 大剧院真应该请你们这些人去唱戏 翻脸真的比翻书还快 有你们在都是玷污了这座金店 我现在不想看见你们 都给我滚 有宴没有 还不快滚 我自己走 霍川 你真以为你赢了吗 咱们就走着瞧 看看这惊骇 谁说了算 走 军上 您吩咐的事都已经办妥了 看来这惊骇 确实需要大欢喜 沐川 你到底是谁 事到如今我也不瞒着你 其实我的真实身份是九州神域之主 什么 你说你是九州地位最高者神域之主 我男人是世界上最尊贵的军上 军上 您吩咐给慕容小姐准备的礼物也已经备好 什么礼物 是我被你准备的片子 明天就知道了 门主啊 你可得为我们做主啊 我们陈氏可是百年世家呀 这一下就没了 我 我不甘心的 就是四舅 好歹咱们也是亲戚 您可得帮我们出这口恶气呀 对了 霍川那小子 他不仅霸占着你喜欢的慕容月 他还凶了我们呢 那个霍川有龙眼罩着 简直就是慕容人十分嚣张 只有门主您出面 咱能让他长长记性 竟然敢抢我看上的笑容 好 就让我来会会这个霍川 四舅 要不然您把大舅也叫上 霍川那个小子 他实在是太嚣张了 笑 我们门主江湖人称 独眼霸王龙 收拾一个小喽喽 彻彻有余 是 是 希望多做 明天是精彩一年一度的 商会 你们到时候过去 我会让你们沉浅 回到原来的民事 霍川 这次有火门主之路 你死定了 霍川 你真的是那个 万人之上 手下还有千万高手 守护九州和平的 神域之主吗 我怎么感觉 像在做梦一样 当然是真的 你是我妻子 我怎么可能骗你呢 那你一会儿 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走吧 真是冤家路窄 你们怎么在这儿 当然是来参加京海一年一度的商会了 别以为你让我们两家破产 除名就很了不起了 我告诉你 我们陈培两家马上就会又回到最高处 把你狠狠踩在脚下 大白天就开始做梦了 陈家和培家将永无翻身 霍川 你以为你拉拢了龙爷 会说几句狠话就是个人物了吗 我告诉你 在京海 你还远远不够门 我们可是火门主受邀参加此次京海商会 火门主和会长那可是有交情的 火门主 怎么样 害怕了吧 火门主可是五行门的门 势力遍布九州 而且还有神域的背景 门主一句话 这可惊慨都在等三年 怎么样 火门小姐 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吧 你认识他 这个火门主临死 猥琐好色 手段残忍 曾经还比我做他的小气 何心之气 放心吧 他今天若是敢来 我必让他亲自谢罪 什么 你让火门主给他赔罪 何川 你说梦话呢吧 放眼睛还没人敢踩在门主的头上 他背后可是神域 门主一句话 就能把你们错古扬晦 神域又如何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 神域凌驾于九州之上 拥有至高权力 拥兵百万 掌管九州密法之宝 手下更是高手如云 你敢招惹和神域有关他 别说是就是你身边的一草 你都会万劫不复 别以为你和龙爷站在一起就无敌了 我告诉你 你的龙爷在火门主面前 也就是一个臭老鼠 你们最不应该的就是拿神域来威胁货船 你们就不想知道他是谁 你该不会说他背后的靠山也是神域吧 霍川他什么都不靠 因为他就是神 这简直是我今年听过最好笑的笑话 你怎么不说他就是神域之主呢 他要是神域之主呀 那我就是如来佛祖 霍川你点够肥的啊 希望一会见了门主 还能这么嚣张 也被吓尿了才好 只怕被吓尿裤子是你们吧 不必须对他们 我们先进去吧 一会儿火门主来了 我看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 军上 会长说在商会开始之前想要见你一面 不用了 直接开始吧 会长好 不用 你是我夫人 也是神域之后 只是个酒招 没有人能让你逃 他们只有给你跪拜的份 欢迎大家来到一年一度的金海商会 今天我会向大家宣布一个重要消息 秦少 你说秦会长能不能把股份分给咱们拿 我们主的命令传达给他没有 别担心 我似就被靠神域全力滔天 他一个会长 配不定 说不定 没有那会长的位置 还得让给我来做 但愿如此 只要能拿下商会股份 我们陪家就能东山再起 否则 那些追债的不会放过吴冰军牌 宝贝 你就放心吧 我已经给我就打过电话了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他答应我 给我们两家各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百分之二十 那不得上千亿啊 陈少 还是你有本事 哎呀 那是自然 你呀 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头去 等我们拿到了股份 就等着看那火船走死吧 本次商会的主题就是 选取新任股东 我们会拿出百分之四十的股份 重新易主 市值两千亿 两千亿 那我陪家 我就要变成金海手 有我四舅在 金海首富那算个什么 经过内部选拔 获得股份的是 陈公子和裴小姐 好 爸 你听到了吗 咱们裴家 要不要往腾打了 怎么讲 要成为金海首富了 我早就说过 我四舅 那就是金海的天 霍川 你听到了吗 你不是说我裴家 永无翻身之日吗 我们裴家 马上就要变成金海首富了 是啊 你也不撒胖尿自己 照着什么德行 敢在这里大放别资 你现在有什么可说的 霍川 这也是您安排的吗 放心吧 我会解决 霍先生 秦峰啊 取消陈培两家的股份 霍川 你真以为你自己是神域之主了 敢这么跟会长说话 诸位 刚刚这个霍川不仅假冒神域之主 还说我们根本拿不到这次商会股份 结果他的什么好处也没拿到 霍川呀 这会儿你是不是想找个地方赶紧钻下去 这人谁啊 竟敢冒充神域之主 要是让上面的人知道的话 肯定把他碎尸万段呢 霍川 你听到了吗 敢冒充神域之主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秦会长 您不用搭理这个肺 把他打一顿 随便找个地方给他扔回去就行 我宣布 取消陈培两家所有股份 什么 秦会长 你什么意思 秦会长 你怎么弄 今天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受霍先生的嘱托 即日即商会医嘱 我不再担任京海商会的会长了 霍川 霍先生 秦会长也就是霍川的话 怎么会这样 现在你们知道被打领的滋味了不 有请新任会长慕容小姐上台 这就是我为你准备的礼物 上台了 慕容岳成为了京海商会的会长 慕容小姐 今天起 您就是京海商会的会长了 既是如此 我便以商会会长身份宣布 京海所有商圈 永远不许陈家和裴家踏足摄入 慕容岳成为了新会长 裴家 他不表现了 队长 你快想想办法 裴家不能就什么完了 慕容岳 这么做 就不怕得罪火门主吗 火门主又如何 这商会 是我说了算 你好大的口气 火门主在九州 那也是有头有脸的人 就算你商会的会长 还有你跟慕容家 那也要给火门主起了面子 这么做就不怕门主动动吗 别说他现在不在这儿 就算他在这儿 我也不怕 你们陈家和裴家 永远别想在京海有一席之地 是吗 几天不见 胆色渐长了 我四舅来了 太好了 咱们又靠山了 那是 我四舅的本事能让这京海变天 真是惊惚不散 慕容小姐 听说你嫁给了一个穷小子 你管得着吗 我嫁给谁呢 是我自己的 果然是缺乏管教 我说过你是我的女人 给抢了我的女人 都得死 四舅 就是这小子 他抢了您的女人 就是这个猫头小子 是你 娶了慕容小姐 不错 我是她的招主 零四 我已经结婚了 你就死了这条心 没有我的允许 她敢娶你 我倒是要看看 她有多活得不耐烦了 住手 住手 谁敢动我男人 你男人 没错 我们已经领证了 你的男人只能是我 住手 零四 我警告你 你要敢动她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好啊 那我倒是要看看 谁有本事 放心吧 她们就算是加起来 也不是我的对手 不行 我绝对不允许她们 动你一个喊 好吧 那你后退一点 以免被误伤了 海棠 你 你到底是谁 你还不配知道我的身份 宝川 我告诉你 我四舅背后的靠山 那可是神域 你最好赶点跪下来 给我四舅赔礼道歉 我少你这条狗命 这位神圣 能让我下跪的人 还没出生子 你要为你说的话付出代价 代价 凭你也配了 我不配 我上面的人 可是海神殿主 神域的人 你敢说 海神殿主 万人之性的尊主 有海神殿主做靠山 咱们跟对人了 莫说是海神殿 就算是你们把六神殿全都搬过来 也帮不了你们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海神殿主同管四合 没有人能与他抗衡 不信的话 大可以是 我活了三十年 就没见过你这么受伤的人 听我的 你最好不要打着神域的招牌 否则 阿玥 我们走 此人竟然有如此内力 有趣 宋教 就这么放他们走了 放他走 他能去哪 他那京海商会的股份 秦会长 你敢反驳我的命 兵兄 我奉劝你一句 不要再惹霍先生了 否则 就只能请金门主 为你收尸了 霍川 你跟我回慕容家一趟呗 我爸妈想见你 也确实是说好了 好 我立刻派人给岳父岳母送一份大礼 你可别一出手就是伤回公司啊 咱们要低调一些 那我该说什么呀 局长 不好了 花嫂被人抓了 怎么回事 应该是林四抓的 他还放出狂言 说要收花嫂被二房 放肆 花嫂可是老方的遗伤 他们如此刑警 也太羞辱了 据说是林一指使的 他们手段很辣 我怕花嫂他 你可别人去找 如果花嫂 你伤了一根蛤毛 我要整个林家陪赠 是吗 臭娘们 我老实点 和你们卫红肠 为什么要抓我 为什么 当然是为了引破窗广 这臭小子 把老子害得在京海一无所有 我要让他 血债血偿 你们还真是无耻 竟然用这么下错的手段 无耻 霍川那个废游害到 我们两家一无所有 他就该下地狱 我听说 你那个早死的老公 跟霍川之前是战友啊 那我们只要捏住了你 不就什么都不判了 你们想拿我威胁霍川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你们不可能得逞的 霍川现在应该已经得到消息了 那我们拭目以待 这个狗杂碎 竟然不把我放在眼里 那这回我就让他知道 死死怎么死 你干什么 干什么 当然是好好伺候你 让霍川心疼心疼 看你这细皮嫩肉的 要是癌上级别 你一定很好看 我是练士家属 你敢 你越是反抗 人也越是秀才 你别过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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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牙齿 给我老实点 我四舅 那可是堂堂门主 别人想要 还没有那个本质享受 就是 你老公死那么早 你这个寡妇还利益什么症结牌坊 不如直接跟了我们门主 谁敢动他 谁敢动他 我要他偿命 霍川 你终于 没想到 这个女人 对你还挺重的 你们三个 现在给我花枣跪下 磕三个想偷 我兴许能饶你们一命 哈哈哈哈哈哈 你说什么 让我们 给这个臭婊子跪下磕 哈哈哈哈 你疯了 霍川 你怕是不知道 我们主的实力了 你应该听说过五行人吧 林家五兄弟在整个九州 都没人敢动 我看该跪下磕头的人是你 否则我今天便叫你有来无回 不如今天让你们有来无回吧 你敢抢我的武 砸我的面子 等于是在挑战我们林家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实力 霍川 他们就是故意引你过来 你快走 别管我 管了 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方 进来了 就别想说不出去 看来今天得亲自让你们闭嘴了 你还敢大眼睛才了 你放心 你 我不会马上杀了你 我会慢慢折磨你 让你知道得罪我的下场 你 刚刚这个灭啊 你竟然到了 母神的交界 算你还有点见识 不过接下来 你要努力保住你另外那根线 我还想惹 你还想惹 我背后可是整个灵箭神域 我可知道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不不算 你快帮手 一会灵医来啊 他不会扔了你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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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眼睛 啊 你你你别回了 你要带过来 我我就 霍大哥 我什么都没看 我什么都没看 是 是没弄了 都是他 都是他 他说要把花嫂绑过来 我真的什么都没看 小美远 你可把我闻到前场甩锅 明明就是你自己看不过霍川 这就是你选的人 黄昏川 你看在我人的情分上 你扰了我们 我真的不打了 我不打你 来 唐 花嫂 你受苦了 霍川 我跟来了一定不会放过你 到时候我再把这个女人抓回来 还有你的那个 慕容月 我要把 记住了 今天动了我花嫂 我要让你们林家 后悔终胜 霍川 这次又麻烦你了 花嫂 你千万别这么说 你并没有做错什么 你放心吧 从今往后 我一定会加派人手保护着他 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爱堂 送花嫂回房间 并且 加派九州高手 严加保护 是 霍川 我听说林家势力非常大 你千万要小心 别受伤了 放心吧 接下来 应该小心的是他们林家 林家 从今天开始 别总在了 谁干的 大伙 是霍川 我夹了我的眼睛 还飞了我下面 霍川 是霍川 他不仅在林家的地方动手 还搭上了火门主 飞了我的腿 还握住了我老婆 他是个什么东西 一个动我的人 霍川 不 林一 刘霍川 这根本就没有把林家放在眼里 你 你可要替我们做主啊 霍川 今天他倒在你们身上的 我一定让他百倍奉还 军尚 周龙出使了 是不是 他被绑架了 霍川 你不仅打伤我弟弟 还敢凶着我林家 简直是称狂至极 不过 我听说 周龙是你的手下 那我今天就先拿他开刀 看来我还是对你们太神死了 你不是习武之人吗 听我弟弟说 你已经达到了武神的境界 那我今天就正式向王军斗 只论生死 不论成败 三天后 在龙虎台阶 不然 你就等着给周龙 收拾吧 感动我的人 我一定会让你们付出新败价 霍川 他们这样做肯定就是故意引用你过去的 你千万别中计 无妨 他们还不配让我恐惧 而这次 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 惨子怎么写 各位 你们听说了吗 有人要挑战金门主 真是不要命了 这生死古一想 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 谁这么大胆 听说是个不证明的小子 慕容小姐的追戏 来了 他来了 对 就是他 冒充神域的人 骗财又骗色 我看这慕容小姐 八成是被他给骗了 我看 他是吃了雄金豹子的 才敢挑战金门主 金门主 可是武神弟子 军上 要不要把这些人赶出去 不必 今天就让他们睁大眼睛看看 这笔灵家 是怎么自寻死路的 有有有 有有 霍川 你还真敢来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想送死吗 霍川 你竟敢让这个小骚货 打我女儿的脸 咱们今天心正老张一起算 等着被大谢拔块吧你 岳父 别生气 咱们就坐在这 等着看好戏 一会儿他就是一具尸体 到时候咱们就喝他的血 吃他的肉 抽他的鸡 扒了他的皮 霍川 你放心 我哥不会马上赏 像你这样的剑子 一定要好好折磨一番 让你受尽折磨 生不如死 哪来的臭老鼠 一股三臭 闭上你的嘴 不容悦 我劝你 现在乖乖滚过来 否则就和你一起陪砸 你们哪来的自信 能打得过我老公 死的 只会是你们 好大的口气啊 没想到你慕容 愿宁愿跟着一个一无十出的废物 也不愿做我弟弟的二房 今天我就让你们加上我弟弟身上的百倍动环 好 那不如我们的赌注玩得再大一点 今天若是我赢了 那你们在场的所有人 都要下跪磕一百个响头 一百个响头 做你的春秋大梦吧 门主一个手指头 就能让你跪地求饶 门主 他的赌注 我们就硬下 不过 一会儿等您把它打趴下 我们要好好的折磨 好 霍川这小子究竟什么来头 竟敢夸下海口 跟金门主决斗 我看啊 他是脑子有问题啊 才敢和武神关门弟子金门主决斗 一会儿就和不过三秒 反正今天我要金门主上 霍川 放心吧 就算这十个灵异 也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什么 你还想一个大职个 大家都来看啊 他哪儿来的自信呢 对 我也压金门主赢 这把呀 稳赚 赶紧开始啊 怎么还不开始啊 这小子 是不敢吧 哈哈哈哈 来吧霍川 今天让你见识见识隐隐的事里 霍川 你现在求饶还来得及 为此磕头任我当干爹 再把你老爸送给你 我就考虑饶你一命 左膨 门主 赶快收拾这小子 不能放过他呀 是啊门主 让他知道您的厉害 看他还怎么撑 先废了他的双腿 再让他断子绝孙 是二哥 不用仁慈 让他生不如此 你们看好吧 老子既跟手指头 就都让他站不起来 这好强的气功啊 看来金门主啊 是得到了五神真传了 看来啊 他的军海是没有对手了 咱们往后站点啊 别一会儿点一身喜 来来来来 是啊门主 打死他 别留活路 对对对门主 赶快杀了他 霍川 你的死期到了 不愧是五神必死 这速度就是快啊 那是我哥一拳能打死石头 更何况是一个小小霍川 看来金门主 一拳就能结束这场对决 我压了一百万 马上就能收钱了 你才一百万 我压了五百万 待会儿就能收一千万了 我压一个亿 霍川赢 你一个亿压 这小子赢啊 你是来开玩笑的吧 金门主 不是五神的关门弟子吗 金门主 怎么可能接得住他的招数 什么 怎么可能 五神就让人抵住了金门主的进攻 到底是什么人 不可能 金门主肯定是手下留情了 没吃饭了 力气这么小 什么 金门主 霍川赢大出血了 不 不可输了 金门主竟然抵不住霍川的一招 这 一会儿我们不得把头磕破呀 金门主竟然输了 哎呀 我的一百万呢 哎呀 我的五百万啊 那可是我老婆的家 这次我死定了 你们现在输了 我赢了 该对线赌注了 霍川 霍川 你让我们这么多人跟你砍一百个头 你以为你是谁啊 军尚运 有谁敢违抗 来藏 你没太过分 这就过分了 还没轮到你呢 干什么 你们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过累 我男人是最强 你们还是赶紧自己认罚吧 霍川 你 你到底是谁 却能把门主都打着吐血 还有谁 霍川 你真以为你已经无敌了吗 老子今天 非要把你打成塞子 哥 打死他 门主 别手软 一定要让霍川 死无葬身之地 门主 快开枪啊 霍川 现在给我跪下磕头道歉 然后自费武功 你以为用枪 就能打中我吗 你武功再高又如何 不过是血肉之躯 能挡得过子弹 跪下 给我磕头道歉 护川小心 什么 哥 这怎么 他不是 他 他杜手接住了子弹 门主 门主被他打倒了 我的腿 他竟然能接住子弹 这太逆天了 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看来 这霍川的武力 已经达到了五胜 只有神域五胜 才能够接得住子弹 花五百万 能够看神域亲自出手 也值了 我杀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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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 霍大人 我们勾严开人地 你 大人不就小人过 你放过我们吧 我们保证从此离开青海 再不妨害你了 我也没想过要你们的命 现在回去 自生自灭吧 没事吧 金上 我没事 你分心了 走吧 四兄 四兄 我们 我们这可怎么办 过几日 我干爹就到青海了 我看这个霍川 还有没有命 小长 四兄 您干爹是 神域少将 王天霸 军上 已传令九州 废除林家五行门 门主的身份 没收全部资产 但是他们如今 还赖在青海不走 想必 是在司机报仇啊 林家兄弟 我最了解了 牙子必报 你昨天给了他们 那么大的羞辱 他们肯定会想办法反击 海棠 去盯你呢 是 干爹 那个后船 戳下了我的眼睛 还废了我大额度宫 把他打得球要床 我们哥俩 算是废了 你说是谁 伤了你们 是霍川 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臭小子 十分的嚣张 霍川 神域之主 也叫这个名字 干爹 霍川 他不仅打伤了我 还除了我林家 五行 门主的身份 没收了所有财产 以后 怕是不能笑起 您老人家了 是啊 干爹 我们哥俩本来商量 您打手的时候 送您一撮金面 什么都没 感动我的刚儿子 放心 我会帮你们讨回名道 听说慕容岳 接手了金海商会 傅生 在 传我将力 把风工家所有产业 再把慕容岳的家人 我请过来 我倒要看看 还有什么本事 是 霍川 霍川 出事了 商会跟公司被查封了 查封 就在刚刚 上面来了好多人 说咱们公司涉嫌违规 还把资金都冻结了 看来是有人出事了 怎么办 放心吧 老婆 海棠 你去查清楚 是 会解决的 大小姐 这是您救救我爸妈吧 这是干什么 起来说吧 刚刚 刚刚商会来了一帮人 他们把我爸妈带走了 还说 要沐先生亲自过去 要不然就不放远 霍川 周叔他们是公司的老员工了 公司不能没有他们 放心吧 一定会救一家人出来 霍川 会把我们林家的资产交出来吗 就算不找他 有这几个人在手里 他也会乖乖找上门的 霍川就算再厉害 也得罪不起神域的 裴小姐说的对 等那小子一来 我就让他哭着求我 怎么啦 他们来了 霍川 你就是霍川 你们把我的员工怎么样 赶紧把他放 沐荣月 知道这有什么地方 你说放就放 想救他们 你们两个跪下 给我们磕头认错 再把我的鞋挺干净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 你 霍川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神域上虎将的地盘 神域听说过吧 你们两个 还不赶紧跟我跪下 我说怎么突然胆量这么大 原来是抱上王天霸 放肆 你敢直呼我们将军的名论 而你 就是他们的前锋 转告王天霸 让他立刻滚到我面前 否则 他将被驱离神域 霍川 你吃了雄心 暴自打了 居然敢这么命一上虎将 你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居然敢这么和福先生说话 福先生 您也看到了 这个霍川 连上虎将都不放在眼里 您可要替将军 好好地收拾他 霍川 跪下行礼 霍川 跪下行礼 你说 你竟然连神域的人都敢打 放开那些无辜的人 这是警告 不是伤人 霍川 你真是太猖狂了 我告诉你们吧 那些老东西全部都在我们手里 而且我还吩咐人百般折磨他们 你能拿我怎么样 我 你敢 我再问你们最后一遍 他们到底在哪 男人 把那几个老家伙载进来 叔叔 阿姨 你们没事吧 大小姐 我们没事 告诉王天爸 亲自过来谢罪 这是命令 将军 那个霍川实在太嚣张了 他废了我的丹田 还羞辱你 就是 他还把我的脸打成了这样 我们是奉您的名曲教学霍川的 他打我我的脸 不就等同于打您的脸吗 废物 好歹也是我手下的前锋 竟然被一个小子打成这样 将军 那个霍川一抬手就把我打成重伤 实在是深不可测 他的武力 已经到达武圣了 哼 武武圣 当年的大宗师 也不过是我手下的百将 看来 我是要亲自会会他了 干爹 霍川这个人不简单 您一个人去 怕是动不过他 不如您召集金海帮派 一同叫他拿下 这样才能彰显您的威风啊 是啊将军 霍川那小子谁都不放在眼里 您这次一定要一次把他拿下 让他永恕不得翻身 就这么办 不设 传我令 静海士族 明日到此一讯 再通知霍川 如果他不想让慕容家从此消失 明天就滚过来见我 这几天你们受苦了 如果你们想离开慕容市 可以去采偶领一百万的补偿金 大小姐 您太客气了 我们在慕容市都干了大半辈子了 早都把这当成家了 对啊 大小姐 我们势必与慕容市共进退 况且慕容市刚刚经历了这么大的事 我们怎么能走啊 是啊 大小姐 我们愿意留下 好 那就留下 我慕容岳 就对不会亏待你们的 谢谢 大小姐 这次的事情都是因我而起 放心吧 以后 我一定不会让慕容市受到牵连 你说什么呢 我们是夫妻 理应有乱同道 军生 怎么了 王天霸派人来传话 让您明天去子弟领 如果不去就让慕容家消失 他还敢威胁我 是 这一定是劝他 你别劝 放心吧 不管是谁都威胁不到 军生 王天霸邀请京海士族前往紫禁顶 恐怕是为您准备 他倒是挺煞费苦心的 既如此 那他这个位置 也当到头了 这个火船 简直是太嚣张了 不仅物理家 现在 竟然连上 将都不放在眼里 上回把我的头都磕破了 今天我倒要看看 他能怎么样 听说 我昨天把福先生的丹田都打碎了 这小子胆子也太大 就算他吃了雄心豹子的 今天有神域上虎将在 就算他有九条命 也难逃一死 是啊 这个火船 他就是一个贱命 仗着自己会两下子 到处撒眼 今天他得罪了上虎将 必死无疑 我干爹 可是神域上虎将 连大宗师都不是他的对手 捏死一个小小的霍川 还不简单 看到 台上那把宝刀了吗 那可是神域之主 天字赏赐给我干爹呢 哎呀 这就是传说中的艳月刀 欲神杀神域鬼杀鬼 能见到这把刀 知道 这把刀 除了神域之主 只有我干爹脑打得去 那真是太好了 今天 咱们就好好坐在这 看着那货船 怎么哼尸遍野 他还真敢来 这不是找死吗 上虎将 可是神域武力 排行前几位 他一个小龙龙 也敢挑战上虎将 这不是上赶着送死吗 去 破川 你可真是不怕死啊 死了 我的字典里还没有这字 王天罢 破川 你敢吃乎上虎将的迷会 破川 等会我干爹脑 你就 赶紧脑子打着吧 破川 破川 你干什么 那可是神域之主 少赐的燕月刀 他 他竟然拿起了燕月刀 破川 这把刀 只有我干爹能拿得起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也配拿起这把刀 什么 这一个值不找力气大罢了吧 破川 你活腻味了吧 你不怕得罪上虎将 破川 你不就是会点功夫吗 别以为你会点功夫 你就天不怕地不怕 一会儿等上虎将过来 你就会知道 什么叫做恐惧 在上虎将面前 你连条狗都不如 还敢在这乱咬 看来你们还是不找进行 那今天 必须给你们狠狠的教训一下 撬 破川 你以为你是皇帝吗 破川 前几回赢 你只不过是侥幸 今天可是上虎将举办的宴会 要不想死了太难堪 赶快把刀放下 跪下来赔罪 破川 等会儿我干净 喘气的 机会都没有 你们真能吹 你们是不知道 霍川的身份吧 你们所有人加在一起 连当他们的看门狗都不配 你猜这吓我谁呢 他不会是真的神域之主吧 我们都被吓死了呢 就他 你那臭狗屎 还敢冒充神域的人 笑 破川 莫容院 你们两个要是想从这出去 就乖乖的把我们几家的东西 都给我挽回 你有这个资格 吴将大 我干爹来了 你们就等死吧 伤狗屎 这个霍川 一上来就亵渎您的宝刀 还说捏死您 就像捏死一只蚂蚁 完全没把您放在眼里 已经有很多年 没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 我倒要看看 是谁这么大胆子 伤狗屎 霍川在您的地盘 都敢这样撒眼 实在是可恶 您一定不能放过他 对 最好 再把他打个半死 好儿子羞辱折磨头 你解我这心头之恨 干爹 霍川就在这儿 您说过 要为我们哥俩讨回公道的 干爹 你把我挖了头的双眼 再打我们的双腿 不不不 三条腿 各位 霍川得罪了上虎将 肯定会写剑当场 大家离得远一点 别让血碰到身上了 这小的完了 死定了 上虎将是什么身份定位 连大众师都恐惧他的存在 一会儿 一定死了很惨 属下王天霸 拜天君上 神余之处文万岁 属下王天霸 拜天君上 神余之处文万岁 什么 他竟然是神余之主 难道 我们真的得罪了神余之主 他是神余之主 那我们 我们死定了 不来了 什么来了 不可能啊 这小霸竟然是万人之上的 神余之主 我想说 你 不想活了 王天霸 看来 你这个上虎将 做的是很有风头 是这把刀给你的底气吗 属下该死 属下不知 君上驾临 求君上饶我一命 念在你魏国出征 屡立战功 守护疆土 我可饶你不死 但你纵容凌家他们 胡作非为 这一账 我必须得跟算算 属下认法 你身上的武功都是我教的 现在 你自费丹田 回家养老去吧 是 干爹 你不能这么做呀 你随 这哪有你说话的份 属下 谢君上不杀之恩 君上 君上劳命 君上劳命 我不是有意和您作对的 求您 让我一命 君上 我们错了 都是他 陈少给逼我们的 对了 对了 君上 露露对你还有感情啊 要是你愿意 让他给你当小都行啊 对 是陈家和林家逼我们的 我们是被威胁的呀 霍传 你看到以前的份上 你原谅我吧 我保证再不会了 真是一出好戏啊 看看你们现在这副嘴脸 以前对霍川百般凌辱 现在知道他是神域之主 开始上赶着八戒 还狗咬狗 你们心里想的是什么 我清清楚楚 君上 我们真的知道错了 我现在通知你们 陈家 北家 林家 赶出京海 同时沦为处政道 永生不得踏入京海 别啊 君上 我们毕竟差点 成为一家人 你手下留钱和军上 我 军上 那我呢 还是你们俩 还有什么话说 没想到 你竟然是神域之主 我们哥俩现在已经是被人了 你还想怎么样 说得不错 但把你们这种人留在外面 实在是破乱人间 来人 把他们给我押入京海大牢 没有我的允许 永远不得出来 你 你 我冲 再度的诸位放心 此事不会波及到你 只要你们日后安分守己 在京海 定有你们一席之地 说得好 跟着你 肯定会说 君上 您和夫人的婚礼已经准备好了 到时会邀请九州名流前来观礼 好 这次婚礼 一定要盛当 对了 九州国际的赵雷 想要拜见你 没事 准备 属下明白 莫特 好看吗 好看 我今天有个同学聚会 你陪我去吧 我想让他们认识认识你 走吧 来 顾少 听说 您现在是九州国际的总经理 恭喜 这以后发达了 可别忘了咱们 我都不用事了 我听说这九州国际可是大集团 这年收入得好几百万 瞧你那没见识的样子 我现在分分钟上下几百万 等我再来升职车森游 那月薪移也都不是问题 这么多 顾少 咱们这个圈子 还是我您混得好 你怎么不说话 听说你之前跟着龙爷 现在怎么这么低调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慕容大小姐来了 想当年 这可是咱们的笑话 旁边谁 这是我丈夫 我穿 你结婚了 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 结婚都不通知我们 还没来得及举办婚礼呢 到时候大家都来 可是我怎么听说 你这个老公霍川 是裴露露踢开不要的 听说他还把你绿了 这事是真的吗 是 是他劈腿了 你还真的被戴绿帽子 我真佩服你 现在还有脸堂堂正正坐在这 我说慕容岳 你好歹也是个千金大小姐 这怎么跟个绿毛鬼结婚啊 我真的很好奇 他给你灌了什么离婚汤 听说你老公是个无言有名啊 那么就是吃软饭嘛 赵插门 你弟在 慕容岳 你们都知道 他入赘你们慕容家 为了不就你家那点钱吗 他这么喜欢吃软饭 待会儿 我叫福爷给他上一大盆 老婆 你的同学 都是一群低俗之费 说我们低俗 我们在座的哪一位 不比你高贵几十倍 在这里 你最下劲 行了 霍川 看在你脸皮这么厚的份上 我敬你 你太过分了吧 这鱼狗有八万八 撒得是确实打过 古泽 你是故意的吧 道歉 你说什么 我说向我的衣服道歉 你 要我 给你个绿毛鬼道歉 跟你道歉 不上什么身份 跟你一个倒插门道歉 简直笑 不是 你真以为自己入睡了豪门 就算个人物了 真是个小丑啊 就是 这张卡 有一不八万 给你买一千家用户了 拿着它 你看你 否则 一百万 还买不起我一颗扣子 我看你真是软饭吃多嘞 你愣着干什么 我们之前说好了 到这儿一起修了 你现在一句话都不说 别说了 你们舍不起他 我劝你们赶紧给人家赔礼道歉 否则我也帮不了你们 你疯了 让我跟他这个窝囊废道歉 命门 阿热 本来今天又想不到这么多看 但你老婆实在是不识盘序 他根本配不上 配不配得上 还轮不到你来议 阿热 你还不明白我 我一直喜欢的是你 你怎么能转到嫁给这个废物呢 你 看我 你 你再敢对我老婆动手动脚 我可就对你不客气 救兴 你知道我是什么 我现在是九州国际的总经理 前途无量 阿热 我看你这儿跟着我最好 不容于 顾少现在可是金海大少爷 追他的女人从这儿排到了黄苦江 你可别不识台语 就是 顾少看得上你啊 是你的福气 你为了一个穷小子放弃顾少 简直就是愚蠢 不好意思 像他这种 我多看意义 多心恶心 慕容院 你竟然为了这个狗头修阻我 难比得上我 在我眼里 十个女家家 连我丈夫的一根汗毛都比不上 敢跟我强 给我跪下 你凭什么让他跪下 就凭我现在是九州国际的总经理 我背后是九州国际 我想让谁跪下 就让谁跪下 霍川你听什么 赶紧给我跪下 不然 我让你含着 让我下跪 含你个吃软饭的 你敢打我 你们给我听一声 今天 谁能打断一条腿 我要他进九州国际 都别动手啊 你们敢动他一根汗毛 下场都不死都难受 游方 他到底给你什么好处 一直帮着他 你们不知道霍先生是什么身份 连龙爷都对他毕恭毕敬 更何况是你们 不就是周龙吗 照着自己帮你十年九九 什么可怕的 我背后可是九州国际 你知道九州国际的股东是什么 是大名鼎鼎的雷神雷也 周龙可以探紧一下 就开始这些 对我知道 就是掌握了整个九州商业命脉的雷神 听说他手段毒辣 雷厉风行 咋碎过他的都死得很惨 你们给我听着 今天谁能打断他一条腿 我让他当主管 谁能打断他两条腿 我让他当经理 原来你的底气是因为赵雷啊 小子 你谁啊 也敢直呼雷神雷眼 等他来了 就可能跪着天下 好 我就在这里等着 你现在就把赵雷叫到我面前 还让雷厉来见你 你知道雷厉是什么身份吗 雷神可是九州首富 他名下的企业资产数不胜数 连谷主见了他都得毕恭毕敬 你是从哪冒出来的东西 敢命令雷神 慕容院 你这老公的脑子是不是坏掉了 真能装啊 这个命令雷神 这是我今天听过最好笑的事了 你们这些人还真是狗仗人士 别以为在这里八戒上的固责 就飞上枝头 今天你们惹了我老公 小心一会吃不了 揍着走 慕容院 他到底给你惯了什么迷分 你清醒一点吧 该亲情的人是你 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 赶紧给我老公道歉 否则 后果自负 你说什么 让我们 给他道歉 一个吃软饭的 脑子 他也配 慕容大小姐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们以后可都是九州国际的人 背后是大名鼎鼎的雷神 该道歉的 是你顺便这个废物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你们还在执迷度 一会儿 我也救 我该一会儿看救命的 是你老公 我现在就没事了 雷神大人 这儿有个小子 他叫 赵雷 我现在两分钟之内赶到我的面前 不然 你知道结果 大家都听见了吧 他既然把雷神大人当狗使唤 真他把自己当狗啊 你这出戏演的可真好啊 不知道他还以为你是雷神老大呢 慕容月 你老公先表演了吧 我第一次听见 有人把牛皮吹得这么像 你敢命的雷神 你真是活腻了 你们就笑吧 我怕一会儿 你们就笑不出来了 今天这场同学聚会 是我最后一次见你 你们就好自为之吧 没关系老婆 我们就在这里看着 看着他们大夫怎么被打理 一分钟了 雷神怎么还没来啊 没关系 不就一分钟吗 我们看他怎么还演下去 别说一分钟了 就是等一年 雷神也不会因为你过来 小子这样 你现在给我跪下 磕头道歉 然后和阿玥离关 我饶你 你找什么急呢 你还在这儿逞呢 还现打脸打得不够疼了 就是 只要你现在给我们跪下认错 我们或许还会考虑考虑 放过你 顺便把我的血也舔干净 雷神到 雷神 你怎么来了 这雷神怎么真的来了 该不会真的是 霍川叫过来的吧 不可能呢 刚刚这小子侮辱你 我已经帮您教训过他 您怎么亲自过来 雷神的 看好了 雷神大人送着顾哨来的 可不是你跟霍川 都挺得动的 雷神来了 这霍川算是完蛋 参见军上 参见军上 这 这雷神怎么给霍川跪下了 雷神大人 你怎么给这小子行李啊 这霍川到底是谁啊 起来吧 谢军上 我这军上有何吩咐 这个人 认识 你是谁啊 雷神大人 我叫顾泽 是九州国际 京凯分公司的总经理 您之前来这试查 咱们见过 顾泽 你不是九州国际的总经理吗 现在 怎么是分公司的经理 既然他是你的人 那你就亲自出来了 我不想再看见 是 是 你叫顾泽是吗 从这一秒开始 你被开除了 我会通知九州所有的企业 不再利用你 滚 雷神大人 您给我留口饭吃吧 我需要这份工作 我上手老虾要想 我不能没 我求你了 雷神大人 你得罪了 不该得罪了 我说 不 坏呀 您大人有答量 您知道我是个屁里放了 您饶我一次行不行 伯爷 顾泽 你刚才不是挺威风的 现在 你们编准店这么宽 能轻能深啊 没有资本 就不要这么账号 这次只是给你一个教训 来人 把这个分账东西扔出去 别再扯上暗言 算了 不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你们不能这样对我 不是 你是周龙的人 是 很好 安排他进九州国际 是 还有你们 既然这么爱当狗腿 那从今天开始 就失业了 喂 浩总 霍言 我们错了 对不起 不再教你这么说的 我们不是故意的求求你了 原谅我们吧 月月 你帮我求求情 我求求你了 霍言 我们真的知道错了 这次你要原谅我们吧 我们知道错了 霍言 我们以后绝对不爱你的眼 还不快滚 军上 听说您即将取行婚礼了 到时候我晓得 一定准备后礼先生 军上 海神殿店主 晴天召见了九王 意图对您下水 真是人心不足 蛇吞象了 给他一个店主的位置 已经够知足了 他还望向联合九王 来取代我的位置 属下这就召集神域众将 面子的海神殿 闲暗兵不斗 我倒要看看 他能翻出多大的浪花 是 霍川 霍川 商会已经拿回来了 我打算明天 以慕容氏的名义上市 你陪我一起去好不好 好 我就知道你最好了 今天我叫来了金海 所有商会的主人 只有得到他们的支持 我们才能成功上市 放心吧 不会出差错的 等我闪开 三太子驾到 库泽 这不是慕容小姐和翠婿吗 这么快又出来要人 我警告你 我现在的靠山可是三太子 我劝你们老实点 否则 我教你们做人 看来你这个新土子 给了你不少底气吧 花超 我告诉你 我现在可是跟着三太子 你要还在这儿打到 小心他动动手指 就能打断你的腿 三太子 你们不知道三太子 总该知道这金海姓什么吧 三太子可是九王独子 一人之下万人之道 你们以为让赵雷把我开除 就可以认识你摆布吗 我告诉你 我现在是三太子坐下 你们敢折我 分分钟就会有高手 弄死你们 就死我 你可以试试 就还真是不怕死 来人 把他俩给我拿下来 怎么回事 你说废物 上啊 不责 你别在这儿丢人现眼 今天 是我慕容氏上市发布会 这里 不欢迎你 我现在是三太子的人 不欢迎也得欢迎 真是 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 你能不能别像一个狗皮膏药一样 不容院 实话告诉我 慕容氏今天休想上市 我说的 就凭你 就凭我现在是三太子的人 一会儿三太子来了 那可吓死了 高年 你口中所说的三太子 就是仲蓝吧 谁敢知乎爷爷 我的名会 太年轻了 就是这个霍川 他言语嚣张 祝福挑衅您 小的正来帮人教训他 什么阿猫阿狗 你敢挡我 斗 说明一下 是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动手 谁敢动 今天 是我慕容集团的上市发布会 谁敢在这里动手 你 就是慕容月 没错 今天 谁敢在这里砸场子 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好 今天就放你们一马 太子爷 您不是说要教训教训他们吗 急什么 走 咱们也走吧 这个太子爷是 你不用管他 只需要准备好上市就行 感谢大家来到我慕容室上市发布会 慕容月 我要让你后悔 你赞成有个屁 太子爷都发话了 今天慕容室休想上市 活了二十多年了 好久都没有听见人敢反对我了 有意思 今天有我在这 慕容室必须上市 没有超过八成的赞成票 和慕容集团 没什么上市啊 霍先生已经买下了金海商会 百分之八十的部分 刚刚得到消息 霍先生买下金海百分之八十的商会 所以 他有权决定慕容室是否上市 我宣布 慕容室集团正式上市 什么 买下百分之八十的商会 那我们岂不是要给他打工了 这类人有什么实力 居然能买下金海百分之八十的商会 这加起来 市值要超过万亿了吧 他到底是你啊 他居然 他居然拿下了八十的商会 上市了又能怎么样 我 是金海的太子爷 只剩一句话 能让你们一单生也都见不了 要不了一个小时 慕容集团照样破产 是吗 海棠 九州军坛 奉上千亿订单 和慕容室开展合作 千亿订单 现在 谁还有本事让慕容室破产呢 好 那咱们今天都比好过 今天是我慕容集团正式上市的日子 欢迎大家一同见证 我慕容月在此保证 慕容室会带领金海商会 蒸蒸日上走向辉煌 希望在座的商会会长 能够支持我慕容室 谢谢大家 下面请商会会长 举手表决 我同意 同意 我也同意 我反对 京海市那么多工资要省市 为什么要听你慕容集团 各位 你们要同意的话 我劝你们自己好好掂量点 这怎么办 太子爷都发话了 看来你们是上不了事了 我们可得罪不起太子爷 万想都活捷了 我反对 反对 我也反对 你们怎么能出尔反尔 慕容月 我说过会让你后悔的 怎么样 你现在答应做我的女人 我还能帮你求求奖 谁说慕容室不能上市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都赞成票 来人 说不过就想动我 是又怎么样 今天这里都是我的人 让老子不爽 你们下场只有一个字 那就是习 慕容月 我早就警告过你 太子爷是你惹不起的人 这样的 你老公今天是废了 你现在投到我怀抱里还来了几 我呸 你们在场所有人加起来都不是我老公的对手 还在这说大话 你知道太子爷什么身份吗 九王独子 拍身殿主的侄子 他就是天王老子 你们今天都得参死 你 叫霍川是吧 我特别开明 你想怎么算 说吧 我满足你 不如你选一种死法吧 或者让他帮你去 霍川你也太猖狂了吧 敢让太子爷你死定了 好啊 很长时间 没有人敢这么挑衅我了 我今天就命运心 来人 把他给我往死里打 我要用他的血 来借助这慕容鸡串丧事 我听到了吗 还弄什么笑笑 这怎么可能 霍川你怎么动我 我和太子爷的人 你没有机会了 一切蠢货 霍川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爸是九王 我叔是海山电铁主 你敢动我的人 你现在 马上束手就起 要不然 我让你死无材质 太子爷都该扔 疯了吗 太子爷 可是含着金钥匙出声的 从来没敢说到一句不对 这小子 看来是碰上印针了 就是这 他死定了 霍川 你别以为有雷神照着你 就无敌了 敢动太子爷 别说是你 就算如如家族都在培葬 你赶紧放开我 就不然 兄弟好死 事到如今 你还敢如此嚣张 那我倒要看看 到底是你的嘴硬 还是骨头硬 你敢违靠我的命令 我并不是违靠你的命令 而是根本没把你抓在闲里 行 那我今天就亲自教训 很高兴 我从小到大就没被人打过 我放下我一定弄死你 我应该高死你 电主大人亲你 可是有要紧之事啊 我想让你发一张青铁 给神域知主 父王 父王 想给我报仇啊 父王 慌什么 没有一点规矩 没见到电主大人在这儿吗 哼 电主 这里没有外人 叫三叔就行 三叔 我被人给打了 也得给我讨回公道啊 你这没出息的东西 你一个堂堂的三太子 竟然被人给打了 是谁这么大胆子 敢动我的指儿啊 三叔 那个人武功高下 我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 他一朝就把我给踹翻了 去 把他给我叫过来 我要把他给碎石万蛋 慢着 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罗索啊 你放心 你这件事情呢 我会为你讨回公道的 现在说 下去吧 明日借你大寿 宴请神域知主 也正好借此机会 来试探试探他的实力 是 店主大人 暑假这就安排人去下请柬 君上 九王发来请柬 大寿邀您前去府上一序 他这是想让我去参加他的寿宴 眼线来报 海神殿店主 此刻就在九王府中 那就不会有错了 这是一场红门夜 那我们不去了 放心吧 即便是海神殿主 也不能奈何我 不会出什么事吧 有我在 不会有事的 站住 就你们两个也配来这种地方啊 熟烟 你怎么在这儿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 今天是九王的寿宴 我是寿三太子的邀请前来赴宴 你们两个东西凭什么出现在这里 若川 我看你真是活腻了 那天你让老子丢了面子 我还没找你呢 你自己送上门来了 看来那一巴掌 还是没让你长记性 若川 这身老子的地盘 还轮不着你撒野 若荣月 我劝你赶紧带着你这个废物老公 跟三太子低头赔罪 否则 你们两个人会死得很惨的 如烟 我们真是二十年了 你居然为了一个太子爷 是让我磕头认错 让你给三太子低头赔罪 那是凯军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给我们三太子提鞋的补 真是看错你了 没想到 你竟然是这种两面三刀的人 老婆 犯不着跟这种人生气 来人 把他们两个给我生过去 别让他们脏了我的地方 住手 我们是九王 明镇严顺邀请进来 笑话 今天是我父王的寿宴 来的都是九州的名门望迹 就你们这种人 连给我们看门都不给 你要是不信 去问问你爹吧 还想在这儿蒙我呢 我告诉你们两个 你们今天 一个都别想完整的走去 来人 用手 我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你啊 怎么 你今天要多管闲事啊 孩子爷 我劝你赶紧放人家进去 否则 大烂天堂 赵磊 你以为老子是下单呀 你跟他们一块蒙我啊 你不要以为这里是你的地方 你爹是金海 九王宇宙的福座非为 有钱人 你永远得罪不起 我这是在提醒你 别自讨委屈 赵磊 你以为你是九州首富 我就怕你 我告诉你 在这个事情上 光有钱没有用 要有势力 有地位才行 你今天要是敢拦着我 他们连你一块飞 一个破座生意的 也敢骑到我们三太子墓上 信不信 我们太子爷一句话 就让你破产变成乞丐 你是哪里冒帅的 这里有你算法的不法 赵磊 我告诉你 这是我的地方 扔到你赞眼 这他妈全是我的人 别怪我凶狠手辣 来人 给我上 都给我住手 爸 你来了 就是他 就是这个王八蛋的打了我 慕容院 刚才给你机会你不要 现在九王来了 你们死定 九王 这就是你王府的代客之道 你怎么跟我父王说话呢 刚才你们得罪三太子 死不悔改 现在还敢在九王面前放肆 你们就等着死无全尸吧 爸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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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我报仇 混账东西 参见神域之主 有时远迎 还望见谅 他是神域之主 我说是神域之主 九王不必多礼 可真是虎父无犬子 我今日算是见识到了令公子的威风 君上 犬子年纪尚幼 对君上多有冒犯 我回去一定会好好教导 还请君上大人大量 我也想放过他 不过他刚刚当着所有人的面 扬言不要让我死无全尸 他还吓了我夫人 这笔账总不能不算吧 不 不 赶快跪下给君上赔罪 父王 我错了 我是为了成敌仇人 神域之主 咱们管九州神将 维护九州和平 手下猛将如云 你竟敢得罪君上 还不赶快给君上车头谢罪你 君长 对不起 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不敢了 不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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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长 这下可否满意啊 令狼好像不是诚意道歉 那 您的意思是 我记得我曾经送给贵府一条紫藤鞭 不如就用它来教训教训 取鞭子来 爸 这天要打我 这 混账东西 让你 快不顾灵 让你得罪之上 让你明晚不顾 好了 今日还是不要再见血了 我看他也知错 今日之事 让君长见笑了 为了给君长赔罪 以备薄酒美味 请君长一步 等等 还有一个人 没有教训 这少大人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就是神业之主 我最求你饶我一命吧 我不是故意的 薛如燕 你早知如此 何必当处 刚刚对我夫人不敬 我不得不罚 来人 张嘴 小月 小月 我们可是好朋友 你帮我求救 你求我 不要 算了 就这样 他已经受到惩罚了 好 我老婆说停手 那就停手吧 把这个女人 给我扔出去 君长 酒席已备好 请君上 入席 我们进去吧 君上 今日您能亲临老夫的兽蛋 老夫不胜感激 这杯酒 闲敬您 二位见外了 只怕 此次邀请我前来 不仅吃饭这么简单 全子冒犯了 君上 老夫心生愧疚 这杯酒 我先自罚一杯 九王已经亲自惩罚了 儿子 这事啊 就算过去了 君上仁慈 老夫 配复得紧 听闻 这次君上来到京海 行踪十分低调 可是有什么秘密任务 我的行踪 又何须向外人汇报 那是自然 您是至高无上的神域之主 您守护着九州的安全 有您在 外邻是不敢入侵的 可正所谓权力越大 野心就越大 您的一举一动 关系着九州的存亡啊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 我丈夫会对九州足利 夫人 先不要着急 我们这样啊 都是为了九州的百姓着想啊 这场武力高强 无人能敌 有他在啊 其他八国不敢进犯 但 若是君上有了私心 那我们 防不胜防啊 二位言下之意 是觉得 我会背叛九州 君上 别怪我们多心 我们也是为九州考虑 您想啊 您手握重兵 又无人能敌 这实在是 不得不让人 往那里想啊 我若真想背叛九州 你们觉得 今天还能跟我 坐在一起讲话 正因为如此 我们才 蹦他 泡房啊 笑话 我丈夫守护九州十年 你们一句话 就想往他身上泼脏水 夫人莫急 我们这次请君上来 也正是想要商议 解决的办法啊 其实 办法也很简单 只要君上 分出来一部分兵力 给各海店主 使各部分势力均衡 那这种顾虑 不就自然消除了吗 原来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 是想让我交出兵权了 这杯酒是恩怨倒是可以 但杯酒是兵权 二位可打错算盘了 即使这饭菜不太合胃口 我们先走吧 慢点 君上如此言行 莫不是要把此乡罪名 你坐实了吗 你在威胁我 是商量 若是君上不答应的话 你就不怕九州店主 一起讨伐你吗 我深正不怕影子血 倒是你们 一门心思想夺我兵权 只怕是军心菩萨 君上甚然 我们一举一行 都是为了九州国家 是吗 那你们对邻国暗中走私一事呢 这些无非就是一些生意上的往来 况且我们的收入 都已经交给了神域了 你们自己做过什么 自己心里明白 我不说 不代表我不知道 今日之事就此作罢 再让我听见 我可就不客气了 我们走 看见了没有 他根本就没有把义务放在眼里 如此下去 他定用推拔锦州 店主 店主 我都听见了 这个祸车 他真也被自己天下无敌了 这些年来 我苦练武力境界已经达到了武圣 并不在他之下 这神域之主的位置 也敢换换人坐 店主已经享好积策了 听闻他下个月举办大婚 场面还十分浩大 我作为海神殿店主 自然要去恭贺 谢时 我将邀请九州武神经高手 并将他一群击杀 好 这几个老东西 说话也太难听 真是人心不足 蛇吞向 他们为了拿到我的兵权 可真是不能做手段 想要夺取兵权 难道他们想要称霸九州 恐怕不止如此 他们是想取代我的位置 简直痴心妄想 你快救我 如烟 他把我给杀了 你快来救我 如烟出事了 他不是三太子的人吗 一定是三太子被你当众羞辱 所以找人泄愤 怎么办 他不会杀了他吧 海达 找到这个位置 是 不用着急 我让你去看看 不 我也要去 阿燕 如烟 阿燕快救我 三太子疯他要杀了我 你快来救我 等等 霍川 再怎么说 我跟如烟曾经也是最好的朋友 我不能见死不觉 阿燕 之前说我不好 我也是被三太子给骗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一直都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 你忘了我们之前多么要好了吗 阿燕 如烟 你没事吧 吓死我了阿燕 我还以为你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了 你人没事就好 之前的事情 我都不计较了 真的吗 那可真是 太疼快 阿燕 孙如烟 要干什么 干什么 我好不容易攀上三太子这根高枝 就差一步就能驾入豪门了 全都是因为你把害的三太子闲心 我把我给赶了出来 我让你们两个人付出代价 孙如烟 你竟然骗了我 你给我闭嘴 要不是摸摸 我怎么可能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从小你就吃得比我好 做得比我好 你是千金大小姐 而我只是你的小哥吗 现在好不容易有个机会能够让我把你踩在脚下 真的被你们跟回来 我一直把你都做得好朋友 好朋友 谁要跟你做好朋友 我一定要把你踩在脚下 我要超过你 薛如烟 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要让你自断经吗 我要让三太子知道 谁才是对他最有利的女士 不可能 你给我闭嘴 要不然我们两个就一起 慢着 慢着 你先放了他 放了他 你当我傻吗 既然你这么在乎慕容月的话 那你就乖乖按照我说的做 是不是三太子指示你这么干的 他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 让你管 我就是要报复 我就是要看你们过得不好 霍川 你是神域之主又能怎么样 现在不还是被我乖乖难以 你打了我这么多耳光 我今天要一一讨回来 你给我跪下 不要跪 你给我跪下 霍川 你现在乖乖跪下 打自己双倍的耳光 再去给三太子赔罪 我就考虑放过你的心肝宝贝 还从来没有人敢这么邀请我 你现在放了他 不然你一定会后悔终身的 现在人在我手上 你还敢这么嚣张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跪下 你别过来 你想看着他死吗 我再跟你三个说 三 二 小龙 阿玥 没事了 你敢动我阿玥 你就不信我杀了你吗 别什么 别什么 你还是赢过我了 不容易 为什么 为什么 你的命就是这么好 书彦 我曾经是真心把你当做我的好朋友 没想到 你一直以来这么恨 从今天开始 你不再是我慕容月的好朋友 我们 恩断一绝 好朋友 谁稀罕和你做好朋友 让你万劫不负 爱唐 把他关进封人院 让他后半生 就在那里自生自灭吧 是 我不想 我不想 放开我 没事 胡超 你说 他怎么成这样 他不是变了 而是狐狸露出真尾巴了 放心吧 以后只要有我在 不会再有任何人欺负 好看吗 好看 是婚纱好看 还是人好看 衣服好看 但是人更好看 启禀君上 九州各界明灵都已到场 婚礼可以开始 天主 真的有把握吗 放心吧 九州一品高手 已经男服务 而且 我还给霍川准备了一份大礼 这九州的天 夜 婚礼即将开始 游戏 新娘入场 我把我女儿正式交给你了 岳父 请放心 我不同意 慕荣月 娶你的人只能是我 库泽 谁允许你进来的 这是我结婚的地方 婚 慕荣月 我告诉你 霍川马上就要完蛋了 你不能嫁给他 你在胡说什么 太疼 是 君上和夫人说 小鱼不安 死到临头了 你们都不知道 我真是可怜 你少在这放屁 慕荣月 我是来好心劝你的 离开霍川嫁给我 还能给你们慕荣室 多留几个活口 否则 你们的下场会非常惨 我们的下场惨不惨 无重要 但重要的是 如果你今天胆敢毁坏 我们的婚礼 那你的下场 就会非常惨 威胁我 你知道你惹的是谁吗 主位 这个霍川 他惹的是三太子和九王 你们还敢来参加他的婚礼 小心牵连你们全家 这个顾泽是疯了吧 难道他不知道霍先生的身份 就他这种小人 也配知道君上的身份 我看就是自讨苦吃 顾泽 你闹够了没有 这里不欢迎你 慕荣月 你别执迷不误了 跟我走吧 跟着霍川的只会连累你 白糖 送客 电竹到 拜见殿主 拜见殿主 斯坦太子 你真把海神殿殿主抢了 欢川 你死定 海神殿主晴天 恭贺神域之主新婚 金海旧王重汤 金海八王重心 恭贺神域之主新婚 多谢 什么 我看这真是行人之主 你说谁的死气大了 君上偿命了 是我眼瞎不是君上 我凑了我该死 饶死 饶我也没法君上 滚吧 我今日来 可以为君上备了一份贺礼 这可是女娲这些打造的婚戒 献给君上和夫人 那就多谢了 据我所知 女娲之时事所罕见 世上只有这么两颗 我请君上和夫人都在此时戴上吧 也让我们一开眼泄啊 胡传 你马上就要死到临头了 官礼继续 由于君上身份尊贵 不够一拜天地了 直接拜高堂吧 礼拜高堂 夫妻对拜 你们的人都准备好了吗 放心吧 店主 今天一定让胡传 一无三身之日 礼成 请各位宾客入席吧 慢着 各位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要告诉你 现在 各位面前的这位君主 是一个卖国贼 什么 君主是卖国贼 这怎么可能 君上守护 久住这么多年 怎么可能会叛国 霍川 贵为神域之主 还不满足 暗中与邻国 走私往来 买卖武器 实乃 叛国贼 走私武器 他居然做出这种事情 事实上 还不止于此 霍川 还暗中派 他的手架 监视咱们美一位的家人 利用你们的家人 幽挟咱们在座的每一位 都用亲力于他 此种行为 狼自野心 欺欺欺堪都 从他没主人 他居然这样对待我们 太过分了 你们这是在污蔑 霍川 你还有什么话 你们编故事的本事可是一绝 我怎么以前从来没发现 你说我们无信 看清楚 下面这么多双眼睛看着你呢 你自己一个人 把所有的高手 都收拢到你的手下 一家独大 连各神州的店主 都不放在眼里 如果说你不是打算叛国的话 那你就是想自立为戏了 你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 各州之间早已立下条约 永不立地 你这么说 是想致霍川 以不仁不义之地 霍川的狼自野心 店主 从未有察觉 所以今天叫我们来 拿下 霍川 拿下 你先不要急 店主 念在你曾经掌控赫赫的份上 还有守护九州多年 愿意 给你一次改过的机会 只要你主动交出神域之主的位置 我们就可以饶你一命 就凭你们几个空口白牙 便让我轻易地交出神域之主的位置 这位人也太可笑 你们说霍川通敌卖国 狼子野心 证据呢 要证据是吧 拿下来 各位 这是霍川手下在战死之前留下的遗书 这里面清清楚楚写着 霍川 命令他与敌国交涉 走私武器的罪行 他居然真的叛国 我们这么尊重他 谢谢他 他竟然做出这种愚蠢的事 给我背着他 背着他 背着他 你都听到了吧 这个 只是一份伪造的书法 就是 他怎么能当做证据呢 还在这一角便是吧 那我今天就让你死得明明白白 上来吧 不用 你不是死了吗 各位 都知道他是谁吧 他就是霍川的左膀右臂无用乎乏 你自己来说一说 不知道些什么 各位 我跟着霍川八年出生入死 多少次差点被敌国活捉 可是他 为了自己的地位 私通敌国 被我揭穿后 还要杀我灭口 万幸殿主救下我 今天 无论如何 我都要揭穿你 不用 君上待你不薄 竟然敢背叛君上 你闭嘴 在他眼里 我就是个可有可恶的狗腿子 我告诉你 我再也不会跟着你叛国了 各位 都听见了吗 跟在他身边八年代的人都已经出来亲自指认他了 他 就是一个卖国贼 恐怕 没这么简单吧 霍川 通敌草丝 招揽四方势力 看来 这是要称霸整个神州 陈套那个时候 恐怕 有 心灵涂炭 咱们在座的各位的家族 都要被 被 负灭的呀 你们胡说 霍川不是这样的 不着急 先看看他们还能耍出什么花招来 所有的证据都已经摆在你脸前面了 你还有什么好思考 就是叛国贼 就不配当君上 快点给我退位 都给我住坑 君上当初为了九州和平 出战八国的时候 你们在哪 在战场上受伤的时候 你们又在哪 现在你说君上是叛国贼 可你们才是叛国贼 一封伪造的遗书 一个被开除的将领 你们用这种手段来污蔑人 可真是龌龊 霍川 都这样了 你还嘴硬啊 住外 这个君上啊 根本就没有资格坐在神韵之处的位置上 有他在一天呢 九州的危机啊 就多了一分 不用 这个忘恩负习的叛徒 他只是说了实话而已 我告诉你们各位 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 就是一个人面兽心的奸人 难道你们要演这些叛徒的一个人 独霸神舟吗 我还是劝你乖乖的受降吧 让出你的神域之主的位置 揪出兵权 或许我们还会留你一口气 还不够 我要让你跪下来 给大家认罪忏悔 再自费丹田 这样我们就能饶你一命 真是笑话 我霍川被九州征战数十年 羽利战功 超败 竟凭赤手空拳 便可以让八国投来降书 而如今 却要被你们这群人 还是我的自己人 栽赃无变 今日这口气 我真是难以下咽 难不成你还要杀了我们灭口吗 今日九州所有的士族都在 你敢吗 一个叛徒 也会在我面前叫嚣 霍川 你敢造反吗 店主 你都看到了吧 这次如此的猖狂 要请店主出手 拿下这家伙 请店主出手 拿下霍川 霍川 你到底交不交出神域之主 交给你 你们也配 好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四大杀手何在 他们不是九州五立直排行榜前四的 中阙玄武青龙白虎吗 你不会单纯的以为 凭他们就能拿下我吗 光凭他们胜算的确不大 不过此时此刻的你 将不是天下无敌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 刚刚给你的婚戒 不是什么女娜知识 还是锁魂神 此时你的内力被封锁 你的武力大大的减弱 霍川 我倒想看看你现在还怎么跟我斗 还是我刚刚说的 乖乖乖的让出神域之主的位置 丢出你的兵权 然后再跪下给我们大家忏悔 我们还会留你一命 你放心 今天在这这么多人 我们说过了会饶你一命 绝不会失言的 霍川 你们要是以为单单凭一枚戒指 就能封印住我的内力 那我这个神域之主 岂不是白葬了吗 这怎么可能 这是我宗传的法器 无奸不垂 居然一只手给他捏碎了 殿主 怎么办 给我杀 杀了他 殿主 我看他一只手都打死我们四大高手 他现在的武力 已经抽不住五胜 想当初在武剑 还是我指点他们的武功 没想到他们竟然要杀 那今日只好收掉他们的武力 殿主 你怎么办呢 殿主 霍川 他不会封功 慌什么 只有我在这 我最近修习了一种功法 把所有人的力量 都吸收到我的双手 到时候 我看他能不能受我一只膀 殿主 全看您的了 你干什么 悉性大发 依靠别人的力量 纳入自己的身体为己所用 这不是竞术吗 他竟然敢偷练竞术 清天 再这样下去 一定会走国入国的 快停手 我等了这一天 等了十年 你以为你是我圣境界的天下无敌了吗 我现在的武力比你更强 只有灭了你 我就是天下敌 神远之主 你可真是无可救药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我称霸神舟 称霸神舟 是谁妄想 我猜 死期到了 什么一言 跟你说吧 你以为用这新兴大法 将周围的力量花到自己的身体里面 就能打败过我吗 也罢 今时便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人败就神 天败就天 我大的口气 受死吧 罗汉浸神 我看到了罗汉浸神 你把电风禁不了了 谁还想去找他 不敢 后面 霍川 你太厉害了 自今日起 谁还对我霍川不服 大可来腾龙金殿 挑战 来 慢慢坐 怎么样 医生说我肚子里的是双胞胎 怪不得这么累 小湛山 等以后爸爸忙完边境的事 就一定会来陪你 还有妈妈 知道了吗 军长 韩国发来挑战铁 说要与你一决高下 这才消停几年了 又出来闹事了 霍川 我去处理一下 我的肚子 宝宝 怎么了 刚不是还好好的吗 还好 关系 是 坚持一下 可能是宝宝听说你要出征 想给你加油呢 出征 你都这样了 我还怎么放心出征 我没事的 家里有一身照顾 你就别担心了 可是我 医生 军长 八国发来挑战铁叫嚣 是 帅君出征 都这样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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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